糾中持槍 半路攔車 甚至尾隨到工廠 恐嚇失虐 直到被害沙石車駕駛 乖乖交出身上財物 这是今年五月 新竹警方破获 以天道蒙同心会主委分会 王姓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 警方经过一年搜证 才得以收网 但现在去传出案外案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电影《无间道中》 誓言反派卧底刘德华 奉黑道老大的命令 偷偷清查警局同仁通联资讯 来逼正派卧底梁朝伟现身 新竹行大一名刘姓小队长 现在就被怀疑 半眼黑道卧底 泄露自家人个资给黑道 原来办案期间 一名侦察队长 担心开警用真房车 前往搜证跟监会曝光 改开自己的车 没想到行中全遭对方掌控 王姓老大甚至放话 警方拿他没辙 接着监控时 原本都能掌握一定的内容 瞬间牛步没有进展 让警方因此怀有内鬼 经过警方反向追查 发现其中一名刘姓小队长 去年曾登陆车级资讯系统 查询搜集该队长的 车级地址等资讯 之后便与王姓嫌犯联络 心意重大将他起诉 尽管警方高层表示 若判决有罪绝不偏袒 但追查黑社会老大犯罪的 侦察队长疑似遭到小队长出卖 甚至担忧各自外泄 一度打算搬家 对于办案事情绝对是一大打击 记得和孟千言禁语新竹报道